5G商用牌照发放 意味中国正式进入5G商用元年 运营商可以正式推出 相关商业活动的同时 人工智能 物联网 工业控制等 也进入应用新阶段 中国电信宣布 在上海三年投入180亿元 打造上海5G加光网 有车联网 然后我们有智慧城市 智慧家庭 工业互联网 还有无人机 还有我们的智慧的会展 还有包括一些大型活动的 直播 转播 VR AR 3D 全息 高清 视频 这些都会触动这些行业的发展 今年同样是5G手机元年 5G手机正式入网 支持5G也将成为 手机厂商的一个新鲜的卖点 目前各大厂商均已推出 支持5G网络的手机 均价大约在1万以上 业内人士称 5G牌照发放之后 5G手机有望在明年 降低到大部分消费者 都能承受得起的范围 5G用户也会在明年年初 进入爆发增长阶段 而最关键的对于用户来说 终于能够体验到5G技术 带来的种种进步 比如更快的速率 更加高清等等 在我们公园的任何一个角落 只要你持有5G的终端设备 你就可以体验到 5G网络的非一般的快速的感觉 它的速度非常快 随着5G商用的到来 4K超高清 必定能够有一个大发展 利用了5G一个延迟短 然后流速快 实时地反馈一些图像数据 然后还有一个位置信息 然后它进行一个起点到终点 然后进行一个完整的 一个收获流程 中国联通集团表示 已经在上海 北京 广州 深圳 杭州 南京和雄安 正式开通5G试验网 这几个城市会成为 首批5G市商用城市 今年市里面准备建 超过1万个5G的基站 那么实现组成区的全覆盖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 对整个上海的 2万个站点的规划 那么我们计划在2019年 能够先起启动 3000个站的建设 业内人士称 未来5G与云计算 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 深度融合 将会成为各行各业 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基础设施 到2035年 5G将在全球创造 12.3万亿美元经济产出 5G的商用将成为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6G的 midst